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Jimmy 你知不知道 对于第一次来越南的游客来说 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过马路 你看看这些电单车的密度 你在清醒的时候是过不了的 除非喝醉的 那你试换一下怎么过气满 很简单的 你只需要等前面有条水鱼开始走的时候 你就跟着它走 那就搞定了 在越南过马路所花费的时间 和你国家的文明程度是成反比的 所以我们就要慢慢过 先行到我们文明的嘛 诶 金岛 那如果我们前面没有水鱼的话 那怎么办啊 诶 你看着我干什么 你不会要我去吧 请不吝点赞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已經從檳城市場回到酒店這一邊 即是范五老街 前面這個黑貓貓的地方就是9月23公園 大概在100年前,這裡是西貢的第二個火車站 但是現在,我認為它是范五老街區域最危險的地方 你看前面有人走過來,我都帶去另一邊 因為以前在這個公園的附近 就是什麼古靈精怪的事情我都遇過 比如兩個男人穿短裙 問我要不要入公園一起和他們 happy 一下 誒精達,他們想找你跳廣場湖嗎? 從酒店旁邊的這條241巷 一路走下去就是貴包客的天堂,碧文街 我們一邊看看當地居民的巷 一邊跟大家簡單地介紹一下這裡 只要你是講中文的,無論是什麼話都好 一聽到這條街的名字,你下意識就會覺得是范五老街 其實范五老是越南陳朝的一個將領來的 所以這條街一點都不老 而等一會去到的碧文街,即是貴雲 就是越南的一個外交官名 據聞他是第一個搭上美國國土的越南人 所以這樣是名人妻呀? 可以這樣說,一般的情況下 這一大片區域我們都會稱之為法五老街 在19世紀的上半頁 這一片區域只不過是一條默默無名的小村莊 它的名字叫淡華,即是新華村的意思 但是不幸地當時一場大火將它燒得一棍而正 我們現在看到周圍的這些建築 都是那場大火之後重建而成的 雖然這條貧民村經歷了最後重建 但是現在比以前好不到幾多 但是京島這裡不是旅遊區嗎? 旅遊區的皇子應該很職強了吧 是旅遊區沒錯,不過你要看地段 在這邊只有林商業街的店舖才值錢 好像這條小巷的房子 四個路的車根本就開不進來 只能被打工仔做宿舍 你是有錢房東都不會住這裏 當時這邊的皇子看起來還可以嗎? 我還以為是那種大鐵皮的皇子 那種颱空一來屋頂都要跑掉的 那這裏有沒有頻度這麼淒涼 但是屋和屋之間是非常擠壁 深圳的城中村尚且叫握手樓 而這邊的屋就可以叫貼身樓 就好像躺在裡面的打工仔門一樣 運氣好的還有一些傢俬給你用 如果房東走極簡路線的話 六七丁有隻連隻躺在一個豆腐卵這麼大的房間裡面 周圍除了滾手機的TikTok歡笑聲之外 就只有那一架好像古董一樣的風扇在那裡 翁翁發聲 跟全世界很多特大城市一樣 串金尺土的西貢同樣都面對著嚴峻的住房問題 作為背包客如果你想住便宜一點 就可以選附近的壁民40號 那裏整條街都是民居改造而成的經濟酒店 一塊水就搞定 如果你還想再便宜一點 青年女社的床位幾十元一張都有 欸金島啊 我想知道這些按摩量都不安全嗎 原則上是安全的 但是沒有必要 雖然這一區的夜生活是很出名 但是不是你想要那種 至少我是這樣認為 不用急的 以後我會帶你去想去的地方 終於走出了這條黑暗行仔了 嘩 眼前的景象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 你看一下我們的周圍 一本就被五光十色所攏罩 無論是前面的叫咪聲 還是後面的低暗刨 是這條街上走的藍藍綠綠 你根本很難抑制住體內的那種衝動 你不要見他現在這麼火爆 在93年之前 這條街是沒有什麼外國遊客的 阿Jimmy 你猜猜93年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變成了酒吧姐嗎 你真是猜都猜不到一本書有這麼大的威力 它就是一枝公旅遊的葵花寶典 Lonely Planet 自從他介紹了碧民街之後 這裡就變成了外國遊客來到越南的第一站 然後再前往其他地方 可以說是里程碑一樣的存在 在這20年間 將這裡變成這般繁華景象 但對我來說 這裡只有一個字 吵 你可以留意一下這邊的酒吧 它的喇叭是對著這條街轟的 而在泰國呢 雖然這條街都是吵 但是你不進入酒吧裡面是轟不到你的 我認為做酒吧街馬都藉口的 但是從六七年前開始 這邊的酒吧為了競爭 好像誰對這條街轟得越厲害 誰的酒吧就越受歡迎 這種就叫做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了 你的酒吧好不好生意的關鍵是什麼呢 就是女兒和兒子行不行 你大聲有什麼用呢 或是講素嗎 但是右邊這個猛男抵死高生意很好啊 你看看那些男人悶到在看街 他被困了一次不會來第二次的了 在這條街呢 只能夠坐在我們剛才行仔出來的那個區域 一班朋友聊天也好 一隻公無聊坐在那裡掃雞也行 那千明 你看看左邊的妹妹手上拿著什麼 順便留意一下他抹嘴的這個動作 他拿著一個來混逛 但是我猜不到是幹什麼用的 在這條街上 有很多小朋友都會拿著一個桶 在這裡走來走去 而他剛才抹嘴這個動作 是抹嘴上面的火水 欸金島你在講什麼嗎 我完全 你的腦現在在哪裡在想東西呢 你完全在看左邊的美女好不好 哎呀剛剛空神了 你講嘛我又聽啊 這些小朋友在這裡做了一件很危險的表演 你猜都猜不到啊 噴火 欸金島你騙我了吧 真的假的 我騙你做什麼 大家有很多機會看到 他們一般會選在很多客人的露天酒吧 那條路上 表演完噴火之後 就會走去那些喝酒的遊客 拿幾個打賞前 就好像以前那些街上空口碎大石的雜技團一樣 每次看完那些小朋友的噴火之後 他們會吐幾口口水 然後會用他們那件 可能很多日沒洗的衣服去抹他們的嘴角 曾經有個小妹噴完之後 就來問我要打賞 我沒有給她錢 給錢本身不是問題 但是如果我給她 就是變相肯定著她做的這件事 她下次就會噴得更賣力 他們這個年紀 在這個時候 就應該在家裡睡覺 而不是出來噴火 就好像右邊戴著帽子的這位阿叔 她的腿不應該在這裡跳舞 但是你不要說她跳得挺好 夠忙我 夠奔放 她只要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你了 欸金島啊 那些小孩子 應該背後是有人操控的 那就肯定啦 喝火水噴火的大哥 不太危險 那他們沒人逛的嘛 有 我經常見到阿Sir和管理人員 趕他們走 但是打個八甲鑽 他們又回來 就好像貓捉老鼠一樣 在二十多年前的深圳 有很多大人盯著的新疆仔通街偷東西 有很多扮可憐的小孩子 攬大腿買花 在當時 他們真是令人神憎鬼厭 但是想心一層 他們何嘗不是受害者呢 唉 不說這些了 我們看看右邊 這間傳統餐廳的亮點 就是門口穿著古服的這位哥哥仔 他現在身上穿的是 越南中部信化皇室的製飾 但是這種設計都是源自棄服的元素 不過我們不是考試 所以不用那麼嚴格 只要氣氛到就OK了 現在越南很流行這種復興古裝的潮流 就跟現在大陸的年輕人喜歡穿漢服一樣 欸 京島 右邊有一家印度餐廳啊 看來自泰國之後 阿叉的魔咒已經伸到西貢了 我身邊有很多大陸朋友 他們一直有一個觀點 就是你們海外的旅遊市場 特別是東南亞 如果沒有我們大陸遊客 一定會玩完 這樣看 影響就肯定有 畢竟大陸這麼多人就這麼買得 但是這個世界有很多東西 特別是國際的旅遊市場 就算沒有了你 自然也有其他人來補位 泰國呢 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對比19年 今年的遊客少了差不多七成 但是泰國的旅遊市場有沒有倒下 沒有啊 因為俄羅斯、印度和韓國人頂得上來 以前通街都是中餐館和中文招牌 現在就換成俄文和印度文 對商家來說 只不過換一塊招牌而已 雖然我聽到不少泰國服務行業的人 都說現在很懷念大陸的遊客 那肯定的大哥 印度和阿拉伯人幾會說的 所以說你以前嫌棄別人大陸遊客 有錢賺啊 不過沒有數字 現在呢 就是沒有錢賺兼 免得說得這麼明白 我們現在就回到剛才行仔出來 逼文街的這個位置 這裡就是我剛才說唯一可以坐下的地方 你看一下兩邊的巴 多少遊客在這裡 吵是吵一點的了 至少沒有人拱你 順便還可以感受一下越南的特色 坐在正對的馬路上吸含路邊的廢氣 欸金島啊 剛才你說這裡是五十年代重建的啊 但是看起來很像代啊 是啊 等一下先 左邊那個小孩手上拿著的 又是噴火的工具 他們最喜歡在這一段路上噴 因為坐在路邊的遊客多嘛 那Jimmy 這個是壁文街的特產 推車仔炒魷魚乾 我們說回這條街 在重建之後 這裡成為了記者和改革派藝術家的聚會場所 因為在當時前面的盡頭 有一間大型的遠文號劇院 在那幾百元的範圍之內 就有很多報社和記者 由於頻繁了國際交流 所以那個路口也都被稱之為國際十字路口 大概在75年之後 由於一直有些餐廳和酒店在這裡 所以就漸漸出現一些西方的遊客 而當時的本地人就叫這條街叫西街 如果不是 LP的作者都不會選擇來這裡 那麼西貢的當局就發現 咦?這條街可以賺外匯啊 於是就拍板 搞大鬼 在86年的時候 就將整條街翻新過 後來可能覺得燈光不夠閃 音響不夠勁 於是在17年的時候 將這條街又搞多一會 就變成現在我們看到的樣子了 我就喜歡17年之前那時候 雖然這條街骯髒 人又多又亂 那些班沒有位置坐 遊客直接坐在街上 但是那種感覺是自然的繁華 那種吵是市井的氣息 而不是現在這樣 表面很有秩序 但是街冷清清 連在這裡散步 都要給Disco公餐板 另外 現在到周末 這條街就會變成步行街 即是不讓車進 千萬不要在越南的公眾街過來 如果不是 你就只是數人頭 金島啊 前面那個帽子很可愛啊 那個就是碧能街的招牌 而前面這個路口就是國際十字路口了 欸金島 我們不去按摩一下 或者喝點小酒嗎 來都來了 肯定要喝兩杯啦 至於按摩就不要選這個地方了 這邊做鬼佬生意不適合你的 在碧門街中段的這些商店 很多原本都是做各自生意 比如這一間干洗店 但是你只需要在門下放幾張桌子 你就搖身一變成為青巴了 來到西貢 肯定要喝一杯西貢啤酒吧 欸金島 那我們喝完之後等一下去哪裡啊 回酒店睡覺咯 我們明天要坐長途巴士去勤聚的了 你無需失望 那邊的姐姐仔很單純 適合你 那趕緊回去睡覺啦